長頭這個根本是滿身料理 出雙控的 阿公阿婆每次都在試追 總不在通宿 好師 好做菜給你 千萬吉德斯關 每一集由祖孫搭檔 由孫子挑戰完成一道 阿公阿婆的拿手菜 節目設計讓孫子 傳承老一輩的拿手菜之外 更讓人看到祖孫間的濃厚情感 好 阿公阿婆神救援這個節目 主要是希望可以讓祖孫 在上節目的歷程中有搭檔 然後搶獎金的感覺 那個流程是讓孫子孫女 跟自己的阿公阿嬤 學做一道菜 然後做給兒童評審團吃 然後拿到獎金 那我們就是希望 因為祖孫其實是很微妙的關係 那小時候他們可能會很疼 那阿公阿婆是給予者 然後孩子是接受者 然後通常大人比較有感覺 然後知道我們現在這個年齡的 主要受眾就是前青春期 就是國小高年級的時候 這時候的關係會非常的微妙 因為他們開始叛逆期的 開始不是很想聽大人講話 但是阿公阿婆其實一樣愛 所以他們可能既親密又疏離 或者他們其實我們也看到 很多很多溺愛的祖孫 但我覺得每一種愛都是愛 然後那只是希望在做這個節目 然後我們自己也反思到自己 跟自己的祖父母的關係 那也希望觀眾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也可以反思就是 那我在我的阿公阿嬤的眼裡 他們是什麼樣子 那我又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提醒這樣子 其實現在就是台灣做兒童節目的單位 感覺雖然很少 但感覺上有越來越多 但也有很多單位在扶植兒哨節目 雖然說我們會說 大人都不看電視啦 那士兵我們就是要 大家都在轉型到網路上 我覺得要提醒的是 除了呼籲大家做的人 多做兒哨節目之外 也希望家長 其實現在真的有很多很好的兒哨節目 希望家長再讓孩子看動畫之餘 其實有空的話 真的可以上網找一下 真的有很多很棒的節目 等待家長或者是大眾來發掘 節目單位投入心血製作兒哨節目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也大力推薦優質兒哨舞新節目 歡迎民眾踴躍收看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 同時媒觀也特別感謝 中家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參與贊助經費 持續支持優質的兒哨節目五星獎活動 一起來關注兒哨的傳播權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請到阿婆一票拜託拜託